长筋树是在我们大腿的外车的一条肌肉 跑步 爬楼梯 骑脚拉车都需要用到它 所以平常它的伸展 它的力量是很重要的 下面有几个动作 也要让大家来了解一下这条肌肉怎么样去伸展 那待会这个动作呢 我们可以躺着做 也可以坐在椅子上做练习 那我们先做仰躺的动作 让你的双脚延伸 右脚膝盖可以先弯曲 双手往外成大字形 先让你的右脚扭转到对侧 让你的下半身做一个扭转的动作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坐在椅子上做 那我们动作是一样的 让你的脚呢 有一点点像翘脚的动作 放在你大腿上 然后让上半身做对侧的扭转 一个动作停留15到30秒 然后我们一次呢 可以反复3到6次的循环 然后左右边交替的做练习 30岁以后 我们每一年喔 用0.8再折旧 那年龄越大 折旧就越大 所以长径术这一条肌肉 它的伸展 它的力量也会跟着折旧 所以我们平常真的要保养它 才能够长长久久的健康使用 所以我们试试下来是高速地团的 都会注意到您的 做练习扭转哦 最后 这个阶段是在誇at中的 那么ounter tends要去 谢谢大家之后 在这部分呢